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謝噴噴主任 藍軒小姐 唐小龍先生 謝龍介議員 王鴻維委員 張維元議員 好 那麼美國參議員提案 跨黨派 民主黨 共和黨 進抖音 而且不只是抖音 包括其他高科技的產品 甚至包括俄羅斯之前的 一些產品都給你進了 白宮很歡迎 太好了 我們就想進 國會這樣的提案非常好 正合我們的意志 另外美國官方也在調查推特 說擴大他的層面 主要對社群媒體的調查 另外白宮說一中政策不變 不支持台灣獨立 習近平 美國情報局說 他對統一極其認真 認為大陸會加大 對台灣的威脅利用 好 蓋洛普有一個最新的調查 77%的美國人 對台灣好感創新高 喜歡台灣 另外對中國好感的只有15% 創新低 到這裡15% 看到沒 高的時候有好感的70多 將近80 那個在90年左右 89年之後 然後就下來了 下來都還算平 大概在40% 40多 現在突然掉到15% 結果幾乎是 非常非常少人對中國大陸有好感 但是相對的對台灣好感的增加 不過對台灣好感一向是不錯的 除了在99年特別低以外 然後接著都大概維持這樣 其實最近又高了一點 看到沒有 稍微高一點 另外有50%認為 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你看 增加多少 頭號敵人從這邊 一下子就升高到50% 當然很多原因 包括美國共和兩黨 政府都一再推 政府影響還是滿大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老共最近也崛起了 崛起的話讓美國人 大概也滿害怕的 好 那麼到底情況怎麼 我們看一下 從TikTok到台灣 從間諜氣球到新冠源頭 美國和中國幾乎在 所有議題上看法不同 而中國挑戰是 美國國會兩黨都關切 都認為是重要的議題 美國參院情報委員會的 全球威脅聽證會 五位情報首長全部列席 聽證會上不斷被提到的 就是中國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一表示 中共可以用TikTok控制用戶 控制有TikTok的裝置軟體 而TikTok也是可以影響 美國民眾認知的有利工具 像是中共對台動武 美國該不該介入 美國情報單位提交的 2023年度情報報告指出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試圖施壓台灣走向統一 同時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分化美國和盟友的關係 而一旦北京取得對台灣的控制權 將造成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斷 儘管北京對外公開 且直接的批評美國 但在符合中國利益時 又會尋求降低和美國的緊張 好 那麼到底中美台 老美現在看對老共是極盡壓迫這能勢 藍軒怎麼看 對 我覺得這個禁斗音這件事情 尤其是白宮的態度 我覺得白宮 因為禁斗音這段時間一直都在談 不只美國包括歐盟 包括一些歐洲議會 都在聯邦的政府層級 或是一些政府官員裡面的要求 雇員禁用斗音 你如果有的話就刪除 但是到了說國會通過是全國 他這邊要講的是美國全國 一般老百姓都要禁斗音 然後的話 以前美國還玩一種兩手策略 就是說我可能看起來 這個國會有點兇 政府比較軟 比如說裴洛西 比如說來台說 這個國會 這個國會我們管不了他 美國的政府還釋出若干善意 但這一次的話是 國會要全國禁斗音 但是連白宮 立即以國安顧問出來發表聲明 贊成 盛讚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決定 所以看起來我覺得美國目前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的關係 就變成共和黨 民主黨 競相的反中 而且對於美國政府來說的話 拿斗音既旗 拿斗音作為籌碼 這件事已經非常非常地明顯了 甚至我覺得這些兩天 有一個滿誇張的新聞 不知道趙先生有沒有注意到 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他們美國的港口 有一個是中國製的起重機 起重機是振華公司 振華重工的起重機 百分之八十都是這個 對 然後百分之八十 因為這一家公司非常大 因為它的機器非常地好 又便宜 它是全球市占率七成 美國剛好市占率八成 他現在懷疑這個起重機 裡面有Sensor 有這個監控器 可以去監控美國的這些 貨櫃裡面的來源地 以及區域的去處 然後掌握到美國貿易的流向 因此影響到國家安全 我覺得這個推斷有點到太誇張了 就是說他們認為 這個就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 美國的國防部 以及國安的顧問 國安層級認為說 這可能是一個新型態的木馬圖城 說這個起重機是一個特洛伊木馬 放到各個港口裡面去監控 美國的這個動向 然後的話影響到國家安全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 國際的局勢是這樣的 就今年的選舉年來說 至少從麥卡奇的角度來說 似乎某個程度有降低軍事衝突 這樣的一個戶戶 彼此的默契 但是我覺得在他半導體的 這樣的一個征戰當中 只有可能更嚴峻 而且包括像是荷蘭 荷蘭的艾斯莫爾 現在也在美國的要求底下 有關他的設備 他也不賣給大陸了 所以有關於這半導體的戰爭 有關於晶片的戰爭 目前看起來只有更嚴 只有更高 更激烈 沒有更緩和的局面 所以對台灣來說 我們的產業鏈也是一個關鍵 所以在這個夾縫當中 怎麼樣去面對 我覺得這個局勢 起碼是一個10年 20年的事情 很多台灣的產品 可能都因為這樣的話 價錢要提高 成本會提高 他現在要求Plus One 就是台灣有的廠 別的國家要有一個廠 不一定在美國 你可能在泰國 在馬來西亞 免得台灣萬一發生什麼問題 那邊還有一個廠 這樣的話你的成本一定會提高 管理也比較麻煩 剛剛提到這個貨櫃 貨櫃起重機 貨櫃起重機 因為它那個貨櫃多重 所以你要把這個 貨櫃起重機能夠拉起來 這很不容易 到船上放港口 你記得有一年颱風 台灣有個港口的貨櫃 就掉到海裡面去了 記得嗎 好 那麼習近平說 要批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 什麼叫一體化 新興領域要有戰略能略 哪些是新發展的領域 大國儲備系統要弄好 打造世界一流的軍隊 軍隊要是世界一流的 大陸的學者李一虎說 你們天天講 大陸有一個對台動武時間表 你只是美國的意測 但是我們都沒有 你們怎麼會有 意思是這樣 大家都猜 猜來猜去 美國非常有名的 哈佛的教授奈伊 他說美國先有一手好牌 但是不一定能贏 為什麼他說美國應該避免在意識形態 妖魔化中國 如果美中關係是一張紙牌遊戲 可以說美國拿了一手好牌 但是打得不好 一樣會輸 特別他講 他說冷戰不冷戰 冷戰實際是美國 根本沒有什麼貿易往來 什麼往來都沒有 但是現在呢 現在美國對中國的任何遏止戰略 都會受到一個事實的限制 就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國家 數量超過美國 而且中國跟美國貿易 也去年還比這樣的打壓他 去年還增加的 就變成這樣 所以你現在怎麼冷戰 那是老死不想往來 彼此對峙 所以很困難 來 翔龍 在冷戰的時代 美國跟蘇聯這兩個集團之間 甚至於連人民都是不往來的 那才叫鐵幕 就是人要出去 人要進來 都是被嚴格限制 幾乎沒有 大陸現在一年 一億多的人出門 一億多人回來 所以新加坡的前外長馬凱碩 才會說 你怎麼會這樣去理解中國 你怎麼會認為它是鐵幕 他每年一億多的人出去 一億多人回來 進進出出 自由的 你怎麼會認為它是鐵幕 那是意識形態問題 Joseph Nye講的是對的 可是這個聲音 現在在美國已經沒有用了 剛剛談的這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美國對台灣的好感度 百分之七 七十幾 我們該高興嗎 我們該難過 台灣現在親美 親到在屁股 親在屁股上面 吱吱作響 結果他只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 對台灣有好感 因為百分之百 你看到當川普落選的時候 民進黨都會哭 川普在全世界 什麼地方都選不上 在台灣他選總統 他一定上的 台灣做到這個樣子 比美國的任何一個州 都還要更親美 結果只有百分之七十一 會認同台灣 台灣真的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你回頭看抖音 抖音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因為抖音 我們在講的抖音 大陸叫抖音 海外叫TikTok 你要知道它是兩個 完全不同的系統 雖然老闆是同一個 可是大陸人如果要用 我們現在海外版 你在台灣下載的叫TikTok 大陸朋友如果要用我們的TikTok 他必須要翻牆 他是不相連 他就是為了要保護 避免就是說他早就防盜 許多的國家會在這件事情上面 做文章 所以我連伺服器都放外面 省得你說我會偷你的 偷你的什麼個資等等 在美國我就把伺服器放在美國 新加坡我就放新加坡 他都大陸比防TikTok 甚至於比美國可能更擔心 他還不希望TikTok很多東西進來 但是美國今天在做這些文章的時候 無非第一個其實是商業的 我高度的懷疑 今天在美國的許多的軟體 因為受到TikTok太大的壓力 TikTok已經連續三年 全球下載率第一名 到剛結束的2022年 全球下載率 他全球都下載了6億多 第二名的IG5億多 你在看到過去大家覺得很紅的 Facebook現在已經全世界排到第8名了 兩三年的時間 Facebook已經退到很後面了 在社群軟體當中的挑戰 TikTok是壓倒性的 TikTok如果繼續保持這個速度的話 會要了IG的命 會要了Facebook 會要了YT YouTube的命 YT或者是TikTok YT或者是IG 這種現在在年輕社群裡面 西方媒體還算是很夯的東西 碰到TikTok的時候都是亮紅燈的 都是紅色警戒 因為TikTok上來太快了 他2017年才出現了 2017年出現了連續三年 都是下載率第一名 他現在20億的全球的使用者 尤其在許多的第三世界國家 我告訴你他在用的比很多先進國家 更瘋狂 因此這所謂的國家安全 那是鬼扯一通 今天他只不過是找到一個理由了之後 趕快的想辦法把你限制 他不需要任何的證據 那純粹是意識性態的 純粹是商業競爭的 就像你看到Intel 我一直覺得Intel這兩三年 圓形畢露 超級不要臉 張忠謀不好意思講 劉德英不好意思講 我再講一次 Intel就是因為打不過 打不過你的台積電之後 就開始不斷的在美國政府下藥 去遊說 要你一定要幫我去管管台積電 美國的大企業 只要當他在全球競爭當中落敗了之後 他就逼著美國政府 用國家安全理由的出手 你看看我們的宏達電 活活的今天 今天被美國的Apple搞死 Apple當宏達電起來 搞死你宏達電 當你這個大陸華為講 我搞死你華為 我看到你台積電 已經上來了之後 我Intel出手 搞死你台積電 同樣的今天 當我是IG 當我是YT 我看到你TikTok抖音上 我當然搞死你 國家安全是假的 過去美國企業界 很不喜歡政府部門 用國家安全理由去跟他們談話 可是當美國的企業 只要不行的時候 就用美國政府出面 今天他只不過再一次證明 美國就是一個重商主義的國家 我國家的力量 幫助這些企業 鬥死我的競爭者 我們看懂這一幕嗎 我們還在為美國歌頌 為美國高興 而是他隱br民生真的 這次證明 這次證明 自然 我現在就要 無數 多次是 有 居服的